洗碗機一開整個門像鬆掉一樣 手一放就直接濕素掉下 試了好幾次門就是無法固定 當事人蔡先生心想怎麼又來了 正常的應該是這樣子 它是可以一半hold住 但是壞掉的狀況是打開 它會聽到啪一聲 整個重量就這樣濕素掉下 不到一年就會要大概八九個月 它就會斷掉一次 蔡先生表示洗碗機從2021年 買到現在大約三年 一共斷了四次 從原本的尼龍線換成鋼索 但因為機門厚重 只要一開門繩索就斷 甚至還因為這樣 家人被門砸到兩次腳 現在開門都有陰影 發生過兩次 它打開的時候會突然爆一聲 就是腳就去撞到魚氣了 大人被砸腳就算了 家中還有小朋友 經常到廚房丟垃圾 每次看著那道洗碗機的門 就很怕會傷到小孩 蔡先生要求更換新機 但廠商每次都只來更換鋼索 讓他無法接受 將就著點用也就算了 那但是今天是有關人身安全的問題 比方說廠商出來做個說明 公司也都有派人員去做修復服務 所以公司這邊的一個處理狀況 就是延長它的一個保護的一個期間 跟消費者去說明說 它使用的可能稍微稍微要注意的一個小細節 為此蔡先生與廠商在7月5號前往台中市 銷機會開協商會議 但雙方未達成共識 公司本身它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要消費者要求說換機退機的一個方式 其實公司還是有產品保護的一個程序 到底是商品交付的就存在了瑕疵 是說是後來使用不當 雙方有不同的意見 廠商認為機器沒壞 外帶蔡先生覺得產品就是有瑕疵 甚至影響到生活 雙方各持幾件 將在月底進行二次協商 就看如何認定機器損壞 再來談維修賠償